是 蒋总 今天晚上的场合挺重要的 你看 我穿成这样 好像不太合适 要不然 今天晚上的饭局 是关乎于博远一年的广告收益 我带你来呢就是撑撑场面 你不用多说什么 一切由我呢 蒋总 我必须跟您隆重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 是我们博远的才女 杜晓苏 还是我们董事长身边的大红人呢 哦 好 蒋总 您说得太夸张了 小苏 魏总可是我们传媒集团的大鳄 华海路上有一半的广告牌位 都是她的 魏总平时可低调了 从来不轻易参加饭局 今天这么给我们面子 小苏 你好好招待一下 蒋小姐 您可是冤枉我了 那今天咱们好好喝 好不好 我们把以前的一并补上 魏总 我敬您 这美女啊 我见得多了 这才女啊 不常见 杜小姐呢 有才 又有盐 这杯酒 我心甘情愿地干了 好 好 杜小姐 老天心啊 只给魏总喝 不喝我没喝 有没有看到牌队等着呢 是呀 对呀 杜小姐 这都喝了 你也等跟我敬一杯呀 杜小姐 你随意 这第三杯 好 好 好 这该轮到我了呀 好 好 来好 杜小姐好久了 对呀 好 好 既然 就是 杜小姐 来 杜小姐 我也敬你一杯 好 来 去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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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 我们两个认识很久了 杜小姐是我大学的学妹 毕业以后一直没有怎么联系 没想到 在这个地方遇到 杜小姐在博物院高就 我们新生又在和雨天合作 这转来转去都是自己人 是吗 原来林副总和杜小姐是大学同学 这叫故人相逢啊 雷总 咱们回去吧 别让客人等久了 雨真哥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和林副总约了人吃饭 怎么 不过你今天聚餐啊 哪儿啊 郑哥那帮客户死磕呢 这不把小苏也叫过来 陪我对付他们来了 雨真哥 我这可是为了咱们集团的业绩 才这么拼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 该怎么奖励我呀 你江小姐想涨薪水那还不容易 就怕那点钱你看不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小苏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魏总他们正等你敬酒呢 雨真哥 你都不知道那帮老狐狸有多狡猾 场面上的话说得是滴水不漏 就是不提合同的事 你酒量可不好 悠着点 免得喝多了 还真没人扛你回去 我就知道你心疼我 雨真哥 你放心 我们舍命赔君子也是应该的 对吧 小苏 好 那我先进去了 雷总 好 咱们回去吧 非常感谢 姜小姐的款待啊 谢谢魏总给面子 你们这个杜小姐的酒量 真是不错啊 感谢魏总 合作愉快 下回见 下回见 再见 姜小姐 下回见 小苏 你怎么走啊 要不要送你一程 不用了 蒋总 我自己打车走就行 那行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好 小姐 请问需要帮您叫辆车吗 不用了 我想自己走一走 好 好